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有着伟强队支撑的土耳其队 首轮爆冷2比3输给泰国队之后 本轮又险些爆出冷门 面对实力远不如自己的多米尼加 双方苦战五局才分出胜负 土耳其3比2险胜 其中决胜局15比13 土耳其赢得非常艰难 A组的几支球队 实力相差比较悬殊 其中意大利是本届赛式的主要争冠热门 也是上届世锦赛的亚军 其头号球星埃格努 是目前世界排坛最炙手可热的三大巨星之一 东道主荷兰自从斯洛特耶斯特役之后 实力下降不少 不过 这支球队依然具备争夺八强席位的可能 比利时在拿到两个胜场之后 在出现名额的争夺中 也占据了先机 目前 这三支球队排名小组前三 而另外一个晋级名额 将在肯尼亚波多里格和喀麦隆中间展开竞争 B组是四个小组当中 实力相对较弱的一个小组 如果仅从阵容配置来看的话 土耳其在六支球队中实力最强 但是土耳其向来有着伪强队支撑 这支球队实力看似很强 但是总是无法在大赛中取得好成绩 本届世锦赛 土耳其又在朝着这个趋势发展 纸面实力有争夺奖牌的可能 但是他们首轮就爆冷 输给了泰国队 本轮对阵多米尼加 土耳其又险些让冷门上演 最终与对手苦战五局 土耳其三比二险胜 但是根据规则 本场比赛土耳其只能拿到两个积分 目前 这支小组中实力最强的球队 却只能排名小组第三位 C组有两支具备争贯实力的球队 分别是塞尔维亚和美国 塞尔维亚打的是球星战术 其二号位的博斯科维奇 与埃格努和朱婷齐名 并且有着世界第一坚硬之称 上届世锦赛 塞尔维亚在决赛中战胜意大利夺冠 博斯科维奇获得了MVP 美国女排则是整体性非常强的一支球队 队内虽然缺少球星 但是每个位置都没有特别明显的短板 对手在场上很难找到突破口 中国女排所在的地主 本轮中国女排与日本女排展开强强对话 虽然日本队也给中国女排制造了不少麻烦 但是凭借着李盈盈 王云露 王云燕等队员的出色发挥 中国女排3比0战胜对手 以三连胜的成绩排名小组第一 夺冠热门之一的巴西女排 本轮对阵哥伦比亚 没有任何意外 巴西女排3比0轻松胜出 不过巴西的三场胜利当中有一场是3比1 而中国女排三场全部是3比0 所以中国女排排名地组榜首 巴西位居次席 日本女排则二胜一副 跌至第三位 每个小组有6支球队 根据赛制 小组前4名晋级16强 之后AD和BC分别合并 并展开单循环的较量 第一阶段交过手的球队不再碰面 成绩自动带入到复赛 每个小组的前4名晋级8强 因此 中国女排战胜日本女排的比赛 对于接下来争夺8强席位也很有帮助 两队是直接竞争对手 中国女排暂时在8强名额的争夺中 占得了先机 今天的节目就到这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欢迎点击右下角 订阅收藏不迷路